大家好,我是去聊西游 在西游记拍摄的六年当中 杨洁导演雷厉风行的性格难免会得罪人 但是大部分剧组成员还是非常感谢他的 尤其是这三个人 第一个,场记玛丽珠 玛丽珠与杨洁导演的二女儿咪咪是同学 小时候就经常到杨洁导演家里做客 所以杨洁导演对她并不陌生 后来玛丽珠做了场记 于是杨导把她招到西游记剧组 六年来与杨导朝夕相处 杨导对她也是照顾尤家 后期被杨洁导演认作干女儿 所以在杨导追思会上 玛丽珠痛不欲生 第二个,二郎神林志谦 林志谦是福建厦门人 曾在福建省全级队任总教练 以武术指导加入西游记剧组以后 后期又是演了二郎真君 还做过西游记的班底演员 杨洁导演向来对林志谦是赞不绝口 我当时没想到 人家现在我在后来我才知道 人家是豹子头林冲那样的人物 八十万进军教头啊 他是交的徒弟里都好几个全国冠军 林志谦后来也认作杨洁导演为干姐姐 两人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杨洁导演并重合适时期间 林志谦也以干弟弟身份忙前忙后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片看出 林志谦对这位干姐姐的离去 是有多么的悲痛与不舍 最后一个就是李成如 李成如可以说是西游记的元老级人物 在剧组刚刚建立之初 就随从杨洁导演一起在祖国大帝 为西游记踩景 而后跟随杨导安全马后 任劳人员 最后连一个小角色都没有混上 在一次李成如的生日会上 杨洁导演亲自到场 并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安排李成如饰演角色 杨导此番话也从侧面说明 他对李成如工作能力的肯定 在后来发生的杨洁去 我们就不去的事件中 李成如也是力挺杨洁 而且还为他宽心 对杨导可谓是真心之意 所以杨洁导演在节目现场 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为了一点事 可以恨你一辈子 有的人却只记得好的 记得那些个让对方感动的事 这叫李成如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 我在算是年后 我更加了解他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西游记剧组也不例外呀